來看一下這題 這題目的第三題有沒有 題目說 2x 加 1 等於 3x 是 y 3x 等於 2x 是 y 等於 2x 是 y 求數對 x 是多少 好 那這個題目告訴你們 這個是少數啊 題目後兩個 我跟你講 其中有一組啊 你點算都不用算 可以找出 y 的 x 等於 y 等於肯定是一組解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當 x 等於 x 等於 10 的時候 就會 0 等於 0 了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來了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別的答案 有 哪一個呢 怎麼做 請看一下 這裡有做 3x 是 y 對不對 這是很特別的那個 像素 怎麼做你知道嗎 上面這個四值跟下面這個四值 通通除有少 x 是 y 所以結果變成 y 分之 2 加上 x 分之 1 等於 3 然後下面這個四值也是一樣 通通除也 x 是 y 所以會變成 y 分之 3 減掉 x 分之 1 等於 2 看懂嗎 然後接下來你會說 老師可是我分母怎麼辦 很難算 其實簡單 你就用一般簡單的那種所謂的 加你 就去把下一分就可以了 那這幾天畫得更好 為什麼 你觀察一下 正的一個十分之一 跟負的一個十分之一 剛好也可以消掉 相加消掉對不對 所以就第一四加第二四就可以了 搞定 所以就變成 y 分之 2 加 y 分之 3 等於 y 分之 5 等於 5 變相加碼對不對 所以 y 輸完了 y 就是 1 y 輸完了 你就不用擔心 x 了 擔心去解 x 就可以了 所以就變成 y 帶回去 就變成 2 加上 x 分之 1 等於 3 所以很明顯你的 x 就是 1 所以答案你有兩組 一組是 1 1 還有一組呢 0 0 剛才0 0那個點 所以不用算 單區可以的 所以答案有兩組 1 1或0 0 這樣子